帝国的反击 用你的方式击败你 如果再过十年历史区评写 2024年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的话 或许榜单中少不了这件 让老美有点懵的事 啥事呢 先给大家看一个图 就是这几天 TikTok也就是抖音的国际版 给所有的用户发了一个弹窗 什么 不就是一个弹窗吗 咱天天打开 任何一个APP都会有弹窗 对吧 不一样 因为老美没在玩意 他不弹窗 他基本上只是发邮件 而且里边的内容呢 他更杂利 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TikTok烂所有的用户 给议员 给他们的议员打电话 看到这个红色的话筒标志了不 为啥要打电话呢 就是因为几天前 美国的议员有一个提案 说这个APP有可能危害到老美的国家安全 那要封了他 现在呢 他们把这个提案提交了 等着国会议员来去投票 现在呢 就烂这些用户 给这些议员打电话 说白了就是施压 换句话说就是老美版本的拉横幅 中国人都懂的 是不是 拉横幅 那这个横幅要拉的有杀杀力呀 是吧 开玩笑呢 你这不天天喊着 民主立国吗 自由立国吗 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吗 那好 就这个 你进了这个平台 就相当于禁止了1.7亿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吧 不带催的啊 TikTok在那儿就是这么火 甚至不太夸张的说 应该是近三年国际上最火的一个APP了 这事就大了 1.7亿人的言论自由你都赶尽掉 这已经违反了美国的第一修正案了呀 那我就问你 大不大啊 那可太大了 对吧 这不就是拉美国版本的横幅吗 那来吧 这也是从三年前TikTok被多次针对之后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击 有意思的是 这个反击之后老美那些用户的反应 其实你看看这些用户的反应 也能从侧面看出来 为啥他们要这么的针对TikTok 看看这两个 这样的言论其实挺多 基本上就是一个意思 啥 TikTok要关停了吗 发现了没有 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APP 还属于社交类型的APP 要被关停了 他们竟然不知道 只能说主流媒体 它完全不报道 为啥呀 你说还能为啥呢 对吧 其实这样的事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咱就不说巴以冲突 老美的主流平台 基本上因变倒的 都是在以色列的 去年二月份 老美那边呢 有一个装满化学品的列车 拖轨了 引起了火 在剧毒化学品造成的泄露 有意思的是啊 当时第一时间 中国人民都知道了 对吧 觉得很危险 但是老美那边的老百姓 压根不知道 为啥 你琢磨为啥 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出来了 不是咱啊 真的不是咱 而是大毛 俄罗斯各种媒体 各种报道 然后慢慢的引起了关注 大家一看看 时间你就能发现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火车拖轨是在二月份 在三月底的时候 老百姓才去抢购饮用水 还逮亏了他们有一个 控制不了的平台TikTok 当时这事件扩散出来呢 就是在TikTok上扩散的老百姓 才开始之救 就这 他们还说是危害他们的安全 这到底是属于救人呢 还是属于危害呢 再说一个更可笑的事情 毕竟是外来户嘛 所以也怕呢 他们天天在那里叨叨叨叨叨叨叨 那现在呢 美国所有的媒体和平台 只有一个平台 是不接受任何政治广告的 没错 就是TikTok 在他们的须知里面 明确的表达了 你可以由自己的观点 但是你不能接受政治类广告 要不就封你的 可能有些人知道 老美那边政治广告 可真的老扔钱了 对不对 就去年十月份 巴以冲突以来 以色列政府就立马投了几百万的广告 至于这个广告的倾向 那还用说吗 是吧 TikTok被针对好多年了 一直呢 就琢磨 冷着吧 各种委屈求全 想按照他们的方式去运营 很明显不好使 你们既然要按照规则完 那好吧 那咱们就按照规则完 大家猜一猜 一个有着1.7亿用户的APP 让他们的用户 给国会议员打电话 反对这个提案会怎样 好使吗 别急 预知后事如何 我们下个视频继续相见